第四集 第四集 奧運勝負已從水路被送到李若爾內路 在全體勝負的路上遇到抗議者阻撓後 互送勝負團隊被迫改變原定路線 這不是今屆奧運會唯一引起爭議的事件 俄羅斯運動員服用興奮劑的醜聞 使得國際奧委會和世界反興奮劑機構 就是否應該全面禁止俄斯運動員參加奧運會而爭執不下 而此外 債卡病毒的威脅亦令到部分李若爾內路奧運會的參與者提心吊膽 還有瓜拿巴拉灣的水質 亦很難令人滿意 這個水域被未經處理的污水嚴重污染 而且還見到一片非官方的警示標語 生物學家莫斯卡迪利說 只能為運動員接種預防甲肝的疫苗 避免飲用瓜拿巴拉灣的水 國際特赦組織的報告說 李若爾內路的暴力事件十分猖獗 在過去三個月中 在秋月中 回報大於風險 馬里克說 公眾態度轉變之快令他感到驚奇 在他上升到頂級水平之後 外界開始對他產生興趣 但一開始的時候就不是這樣 只有他的家人和教練一直支持他 其他人都只會嘲笑他 你為何要從事一項男人的運動呢? 瓜阿蘭藝術體操選手李澤迪洛娃說 今屆奧運會給了他一個為克里米亞被俄羅斯 拼入他版圖而復仇的機會 李澤迪洛娃說 他要向全世界證明 烏克蘭人是堅不可摧 烏克蘭強硬到骨頭裏面 他說 克里米亞風波 會令到烏克蘭整個團隊更加堅強 他說沒有人想加入俄羅斯代表隊 有11,000多名運動員註冊參加今年的 李若爾內路奧運會 雖然禁藥醜聞污水問和抗議者 令到今屆奧運會還未開幕 就招致種種爭議 但對很多運動員和教練來說 參加奧運會比賽是他們畢生奮鬥的標 美國之音記者阿拉巴薩迪 華盛頓報導 事情 只要aders